在月經周期中,我們有六樣東西 我們一定要是次序發生得很有秩序的 記住,首先排卵的次數和時間 第二,子宮內膜厚度的變化和維持 第三,就是黃體的形成和衰退化 剛才所說在月經周期那六個事件 要協調次序做得好 就是由四種不同的激素負責協調 分別兩種激素是由垂體分泌 我們稱為垂體激素 另外兩種是由卵巢分泌 我們稱為卵巢激素 垂體激素,我們有兩個 我們稱為速卵泡激素 英文我們簡稱FSH 另外一種是速黃體激素 LH 分泌的位置,作用的位置和功能 你們這些就要看得很熟 OK,看得很熟 好了,卵巢激素也是 痴激素和人同 分泌的位置,作用的位置和功能 我們就要跟這個標示 要記熟它 好了,大致上的四種激素 是怎樣分泌和作用的地點是怎樣 我們就拿了圖來看一看 第一個,這個位置就是黃黃色的卵巢 我把它放大到這裡 這個就是子宮內膜,就是下面這個位置 而垂體就是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腦 好了,我們說明是垂體激素 所以那些激素就是在腦的垂體裡釋放出來的 好了,現在開始了 首先,垂體就會分泌一隻垂體激素 我們稱為速卵泡激素 顧名思義,速卵泡激素 就是當它釋放了,沿著血液 它就混在卵巢裡 卵巢裡收到這個訊息 它就會刺激一些卵泡發育 現在這個,我們就叫做卵泡 它發育的時候就會變大了 再大一點,我們就叫做成熟的卵泡 讓你們看看卵泡的樣子 這些就是很多個卵泡細胞 當卵泡發育的時候,那個大小就越來越大了 去到最大,我們就叫做成熟的卵泡 看看顯微鏡的照片 一個卵巢裡有很多很多這些未成熟的卵泡 很多的 這些就是發育的卵泡 發育的卵泡就大一點 這個就是成熟的卵泡 一個卵泡裡裝著一個卵 這個 好,回來了 首先是垂體 釋放一個速卵泡激素 去到卵巢裡 它就會刺激裡面的卵泡發育 一發育的時候 卵泡就會越來越大 一個成熟的發育的卵泡 越來越大 這些卵泡的細胞就會放一個激素 是由這些卵泡細胞釋放的 如果它有一個大小 越來越大的體積 它放的癡激素就會越來越多 癡激素有什麼用呢? 它釋放了出來入血液之後 它就會沿著血管 去到它作用的地點 就是這個 子宮內膜 令它那個子宮內膜 能夠加厚 一路加厚,一路加厚 去到某一個厚的地方 它就會 水體再放另一個激素 我們稱為束黃體激素 這個激素就會去到我們 卵巢這個地點 接收到這個高水平的束黃體激素 它就會引發一個排卵 排卵之後 說明束黃體激素 束黃體的意思 就是要令這些卵泡細胞 將它變身形成一個構造 我們稱為黃體 我們稱為束黃體 變成黃體之後 黃體這個構造 它又會釋放一個卵巢激素 我們稱為磁激素和人酮 這兩隻激素都是由黃體做出來的 它做這兩隻激素的目的 就是能夠繼續令到子宮內膜 繼續加厚,不要變薄 看一看這個卵有沒有受精 有受精的就讓它激入 好,那又等等等等的過程 如果沒有人激入 那黃體就會慢慢退化 退化的黃體 放的癡激素和人酮就會越來越少 子宮內膜就沒有這兩隻激素 維持加厚它就會剝落 那就是下個月經週期又開始了